第五百六十九集 将太虚白衣烈烈 英姿伟岸 眸子比星空还要深邃 他没有任何表情 看不出欣赏 也看不到愤怒 他无喜无忧 衣不染沉 神微玲玲 龙行鱼时 整个人像是有一层神圣光彩 举手台族 莫不显出绝代高手的风范 他一声 刚才开口呵吼的人 遭遇神王隔空一击 张嘴喷出了一口鲜血 被打得倒飞了出去 神王的战力惊逝 如此手段 将所有人都镇住了 没有人不心寒 长时间下去 在场的人恐怕都要隐恨 一名老妖孽大喝 莫慌稳住阵脚 他一个人不是我们的对手 十三位大能 再加上三个老妖孽 每一个人都是一方雄主 可以披拟天下 都是当今的绝顶人物 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能联合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身份太超然了 是这片大地上的主人 不说是天下最尊贵的人 也差不多了 可是 如今却破天荒的联合在一起 堪称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抗衡 然而 他们却并没有那种打破仓穷 斩灭一切阻挡的信息 对面的神王太强大了 让他们生出了不好的预感 十三位圣主级人物中 有六七人一起冲了上来 三位老妖运转强大的神念 准备在旁放冷戒 欲杀掉神王 可是 江太虚的强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他所过之处虚空必粉碎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避过六七位圣主的联手一击 他几乎一瞬间就冲到了一人的近前 挥动拳头 打穿虚空 击向一位大能的胸口 此人 最为虚弱 之前江太虚第一次复苏时 双目中射出两道神王 曾将其头颅洞穿 险些将他击毙 这位大能一度失去了战斗力 这么长时间的治疗 虽然已经恢复了大半实力 但却已经元气大伤 此刻 江太虚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浑身的寒毛都倒竖了起来 感觉到了极大的危险 转身就退 他迅如鬼魅 可以说人世间少有人开与他比速度 像是一缕青烟一样 近乎飘渺 身体不可捉摸 可是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江太虚 像行走于粉碎的虚空中 他撕裂了天地 一下子就到了眼前 这是骇人听闻的手段 不是穿越虚空的秘书 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 没有一点烟火气 非常自然的出手 真的像是神奇降临 俯视大地 辟逆藏生 出行人世间 根本没有什么敌手 江太虚 大手排出翁的一声轻铲 出手的力道似乎并不是很大 但是 一下子将虚空 暗的塌陷了下去 这名圣主级人物大叫 他发现 挤身像是被烙印在了虚空中 像是一张画卷一样 被钉在了墙上 一动都不能动了 无边的杀意 如星河道谢 全都打到了他的身上 让他内心生出无尽的恐惧 死亡之音响起 这位圣主级人物 被江太虚的大手拍得四分五裂 冲起了一大片血花 而后 他裂开的肉身 发出一声轻响 化成一片血泥 彻底的形神俱灭 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 一位绝顶人物就这样被打死了 成为了历史云烟 这极其射人 要知道在场的人都是大能 俯视苍茫大地 傲行人世间 能有多少强者 可与他们争锋呢 然而 眼前这一切确实如此的可怕 强大如他们 也照样抵不住绝带身亡一击 一下子就被打成了飞灰 不须有据 此人早已身受重伤 失去了战斗力 我等不会如此不开一击 这些人呢 都心智坚定 没有一个软茬子 皆是非凡之辈 雄是一方 自然不会就此放弃 在这一刻 十二位圣主级人物倒退到了一起 合力出手 打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击 轰的一声 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恐怖威能 全神城的人都感觉到了 像是有一个绝世魔渊被打开了 吞噬整片天地 神城内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浑身都在冒冷汗 抛开几道圣兵不论 这样的神威 也不知道有多少年 未曾听闻过了 所有人都惊悚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被这样的气息笼罩 一下子让人与末日毁灭 联想到了一起 害人心神 画龙池前方 虚空就像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被轻易地扯碎 千道神力 万重道力 浩瀚冲击 江泰须白衣飘动 疯子绝世 他独立虚空间 在身前轻轻一划 割断了苍穹 诸多决定人物吃惊的发现 这足以横扫天下的 精神一击 根本不能破进 江泰须 明明看起来就站在不远处 然而给人的感觉 却像是隔着一片天地 无尽遥远 那些圣主级人物 打出的神力已经沸腾 像是汪洋在汹涌 惊涛崩云 海浪裂空 可是 这些神力冲进江泰须时 全都没入他前方断裂的虚空中 仿若冲入了无底深渊 一下子失去了踪影 割断苍穹 这是一种逆天的手段 任你法力 滔天神术无尽 可是 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全都被引导进另一片天地中 根本打不到江神王一根毫毛 十二位大能毕竟都是非常人 同时喝出一个沙子 十二片小天地 浮现极其神秘 有的如花香鸟语般的净土 有的似阴暗无光的明界 有的像七彩流离世界 由仿若如无边血色炼狱 十二个小世界 各个都不相同 同时镇压向虚空 要将那断裂的苍穹填满 他们再以一道补天地 要让江太虚的神术分崩离析 将其打成肥灰 各个小世界中 都出现无尽的神秘纹路 像是在开天匹地 演化诸天大世界 这是十二圣主的法则 交织在一起 简直堪比大道 发出宏大的天音 像是从那远古悠悠而来 神城轰然 似要崩塌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大道天音如海一笑 似千军万马奔腾 震耳欲聋 翁一声 江神王洞穿虚空 也不知道到了哪里 彻底 从十二位绝顶高手的感知中消失了 十二位圣主及人物虽然强大 可毕竟不是一体 合在一起 虽然可以打穿天地 但是面对绝代高手 却不能自然如一 轰的一声 神王冲出 他头顶上骨 吞天魔管 脚踏五色道纹 仿若是神主下凡 俯视云云众生 他直接出现在十二位大能俭 这不是姬家的大虚空术 完全是在凭借肉身 洞穿天地 如此实力 让每一个人都心中悚然 奉地一声 将太虚一拳打出 轰杀向三位圣主 如此的霸道 是绝顶人物如草芥 一副舍我其谁 唯我独尊的气概 这就是绝代神王 他在人群中出手 十二位大能忌惮不已 打出天地秩序 欺杀神王 不过 十二位圣主级人物 却有些放不开手脚了 一不小心 就会将盟友重创 因为相聚实在是太近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再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